嗨 我是可恩 这一台就是发布了两个月的 HONOR 90 千多块的手机 我打从用的那一天开始就 就没有帮什么求 因为价钱 它就是一台千多块就买到的机 当然是不能够跟三千多 甚至是五千多的机对比啦 但是哦 有一点是我拿机两个月以来 用到最有感 也是它最厉害的功能之一 就是这一片screen 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外面一般的screen 很多贵贵的手机 他们都是给一块很美 很鲜艳 很真的OLED screen 大家都在追求高分辨率 高刷新率 高亮度 然后又要做窄边框 又要给满你屏下指纹 所以一般来说 做到这一些 价钱又比较贵的 配的都是OLED screen OLED好是好 但是也是有缺点的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伤眼睛 因为OLED屏幕在低亮度的时候 它会进入低频PWM调光 比如360Hz 480Hz低频调光 手机屏幕的flicker它就会变强 长期在低光下面看手机 你会眼睛泪 视力模糊 会流眼泪 那要怎样知道你的手机伤不伤眼睛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 给你感受一下低频调光 到底是怎样的 现在要表演的是很低频 按好好来 那看久了是不是很不舒服 这样我们稍微高多一点点 OK 再高多一点点 现在我们进入高屏 我们喜欢拍摄的画面 一直闪烁的画面会让你的眼睛真的觉得很累 你不能focus跟看久了真的是不舒服 刚刚我们的测试是模拟嘛 现在我们真实的看一下手机要讲看 第一步 调低你的屏幕亮度 第二步 用另外一台手机在专业模式下快门调到一右一二五零秒去拍摄你的手机屏幕 看到吗 屏闪调闻如果越频密 越粗 颜色越深 证明屏闪问题就越严重 那HONOR 90这个screen到底跟一般的OLED屏幕有什么不一样呢 虽然同样是OLED 但是PWM调光不一样嘛 这个也是它最大的分别 HONOR 90用的是3840Hz的PWM 3840这个数目啊 是目前市面上所有手机里面唯一一个最高的了 根据Google的国际标准 屏幕调光只要大过3125Hz 平闪对人眼就没有风险 那3840很明显就是高过3125啦 所以HONOR 90这个screen可以称之为零风险调光 这里我们就可以小小总结一下 HONOR是第一个用了3840Hz的厂家 这样HONOR 90就是第一台拥有零风险调光护眼屏的手机 我这里其实也是蛮好奇啦 一台千多块的手机竟然有这么好的屏幕 就连他们家的旗舰Magic 5 Pro 也只有2160Hz的PWM罢了 那目前主流的Android手机里面 有人用2160Hz啦 有人用1920Hz啦 1440Hz都有的 这样子也平常会比较细 人对人的眼睛伤害也是属于比较低风险的 但是咧 有一些手机更死 只是用这480Hz其中一个就是iPhone 5 Pro Max到今天都还是用这480Hz 那长期你看起来你对眼睛的伤害是比较大 你会比较容易累 会流眼泪 所以说这一点是目前我用到HONOR 90最有感的一个地方 好像我长期刷手机我晚上躺着刷小红薯哦 比起普通手机它真的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现代人咧 比如我对着手机的时间是9个小时 这个数据是等啊 因为我算过来了 如果长时间我都看着一个对眼睛不好的屏幕的话 其实你累积下来那个伤害是挺大的 所以我认真觉得现在的手机哦 屏幕不只是要把画质跟Resolution做好 其实护眼也是很重要的 好了今天的小分享就到这边了 下次我再发现什么特别的功能我再拍给你们看